要畫一個八角合 我們取的是 要預備九等邊 然後 我們現在是用一個三十六小格的參考點 然後 我們每四點 每四小格畫一個點 好 這是第四點 第八點 第十二點 好 然後我們要開始畫等混線 先把 紙的邊跟隔線 切齊 然後我們開始畫 這個垂直線 好 這是第一等分 好 第二等分 好 我們畫完九條的垂直線 等分線 然後接著我們要來取底部的高度 好 45度 平分 成為22.5度 然後 在這個直角 三角形裡面 有一個邊是1 然後另外一邊 就是2.414 好 這是八角合的關鍵值 好 這個1.414 1.414 再加一個1 就是2.414 好 這個高度就是合起來2.414 這個就是八角合最關鍵的一個數字 然後我們根據這個點來畫一個等高線 這個是底部的要形成八角的底部很關鍵的一個數字 就是要把這一條等高線畫得很精準 好我們也是把直擺好擺正 然後我們畫出這一條水平的橫線 這條線就決定八角合的底部 然後接著我們要開始來畫對角線 總共有9個長方形的對角線 每一個都用筆 把它加一個凹痕 好這是第2條 第3條 第9條 好我們9條後對角線都畫完了 然後我們上半部的合身 取 3分之1不到 好我們折第1次 然後 折第2次的時候 就切齊 那個 剛剛底部的那個邊線 把它切齊 就是第2次 第3次再整個把它疊上去 好 整個把它疊上去 好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圈起來 好 我們現在要把每一個線條 做一個加強 把每一條線條都把它壓 壓實 好 全部都壓實了 以後 我們每一個線條 好這是 八個邊 九等分 八個邊 我們把它 做了一個 形狀 有0 有角 好 好 然後我們要把它圈起來 圈起來之前 我們先做一個 加強的動作 把底部的這一些凹陷 稍微壓實 加強壓實 等一下要成形的時候 會比較 順利 好 現在要圈起來 這個動作 對初學者來講 可能也是有一點點的 困擾 因為 要怎麼樣把它穿進去 一圈 套一圈 慢慢的 把小的 套到大的裡面 有大有小 沒大沒小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接到另外一個裡面 好 把它串接起來 成為一個環狀 然後 再來 就是把每一個 凹陷 側壓 順的側 凹的方向 稍微側壓 慢慢調整 每一個凹陷 通通 側壓之後 把它調整好 每一個邊 很和諧的 一起 把它 壓平 就成為一個 八角盒 好 如果每一個尺寸都很精準的話 它會非常的平整 非常的漂亮 好 有靈 有角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